佛问袁通,如我所证,妙处宣明,就是那个妙处,从洗澡领悟了,就成阿罗汉,它不但是成阿罗汉,还成等觉,等觉就是时的菩萨再上去,再过去就妙觉,妙觉就是佛,所以这个程度很高。 所以往后再洗澡是洗澡还是洗涕,一定要告诉自己,有那个触觉,那个时候,触觉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,很有意思,竟然在生活之中就可以领悟真理。 经文 摩赫加叶及紫金光比丘尼等,即从做起,顶礼佛足,而白佛言,我于网劫,于此界中,有佛出世,明日月灯,我得清净,文法修学,佛灭度后,供养设立,燃灯续明,以紫金光,图佛形象, 自尔以来,世事深深,身长圆满紫金光聚,此紫金光比丘尼等,及我眷属,同时发心。 我观世间六成变坏,唯以空迹修于灭尽,身心乃能,度百千节,犹如弹纸。 我以空法,成阿罗汉。 世尊说我,投驼畏罪,妙法开明,消灭诸漏。 佛问元通,如我所证,法音位上。 佛灭度后,供养设立,设立就是灵骨,各位有看过设立吗? 若没有看过的话,在日月坛有一位三藏法师的设立,放在日月坛坛中的寺庙里,那是唐玄藏,三藏,的设立。 因为设立平常我们很容易看到,但是设立有色则大小不同,假如修得很好,就色则鲜明,若是修得比较差一点,色则比较黯淡。 若是修得很好,设立就会比较大颗,若是修得比较差一点,设立就比较小颗。 所以设立就是佛的化身,佛把身体,不灭的金刚不坏之身粉碎变成设立。 之前后学有讲陈天禅寺,以前是广青老和尚开山,然后度的众生差不多以后,广青老和尚就跑到南部来,广青老和尚在南部过世,陈天禅寺在永宁,所以我们听地名,永宁,永远都安宁是什么地方? 坟墓墓的地方,埋葬死人的地方,永远都安宁。 那你看,福山,是什么地方? 我们的棺木前面有一个,福,字,所以你去那边看秘密麻麻全部都是坟墓。 所以地名是以那个地方来取名。 广青老和尚在南部过世,在陈天禅寺的弟子有的人就下去南部,但有的人因为工作赚钱而没有下去南部,然后没下去南部的人就交代有下去南部的人,你要记得拿几颗舍粒子回来给我。 下去南部的人当然说好,结果焚烧以后,所有设立子南部的人全部都拿光光了,根本都没有了。 剩下那些烧下来的骨灰,那从陈天禅寺下来的就想这下子糟糕了,我回去怎么交代,然后就想,骨灰也好,就抓了,放在容器,就带回去陈天禅寺, 然后没下去南部的人就问,你拿几颗舍粒子,要给我,下去南部的人就说,哪有,南部的人拿都不够了,我们北部哪有份,那你拿什么回来?拿骨灰回来。 结果,一先开去南部的人自己很惊讶,为什么?整合都是设立。 所以那都是金刚不坏之身粉碎变成设立。 因为设立就是我们人的精气神所凝聚。 所以之前有狗死了,火化后也有设立,就是那只狗没有消耗精气神,没有跟母狗交配,所以死了以后一样有设立,就是精气神凝聚的东西。 设立会长大,你恭敬礼拜,设立会变成比较大。 而释迦牟尼佛的设立子后学在天母有看过,那是一位以前在北部开很多加速食连锁店,他放在他的家里,他住在和印清将军隔壁,他很富有,他的别墅里面有游泳池, 他里面有一座坐姿的观世音菩萨,曾经拍照出来放在阅历上,全世界只有四尊,他就有一尊。 然后他有供奉释迦牟尼佛的设立子,不大,可是他有好几颗,就摆放在他家里。 后学那时候在开计程车,然后去他家里参观,然后他一直邀请后学跟他一起伴度化众生,后学说那时候刚好有事情,要办私人的事,就没有跟他一起。 后学说度化众生我也有再度,只是跟你不同,跟他修持的方法不同。 所以那时候有看释迦牟尼佛的设立。 只要我们努力修,不着重形相,可是你有虔诚的心,你对设立子一样恭敬礼拜,这样的话一样会得到,等于是你在拜佛恭敬佛一样。 小字体 往昔于此娑婆世界,当时有佛应激出现于世,明日月登明佛。 此佛以三智立明,日欲俗至照世,月欲真至照理,登欲真俗无碍,中至双照理世。 佛三智原句,故号日月登明。 佛灭度后,敢佛生恩供养设立。 梵雨设立此云灵谷,由佛大悲愿公,遂金刚不坏之身而为设立,流布天上人间,为是福田,就是让世人面对设立的时候,所思所行都是善,都是利益众生,所以就变成为是的福田,令恭敬礼拜供养者皆或福谷。 然登序明,以紫金光图佛形象,因为佛像已经剥落了,他就又把他图佛的形象,世事深深深长圆满紫金光聚,以后深深世事深长圆满,身都有紫金光,此紫金光比丘尼宇家夜未夫妇,故约及我眷属。 同时发心,有二亿,一指过去同时发心修至佛像,一指今生同时发心从佛出家。 家夜修法,正观法成。 而言观六臣者,以法成事前五臣落泻影子,前面眼耳鼻舌身落下来的影子就叫法。 所以这个法用在这地方,范围就比较窄,故并言之。 变坏者,法成脱一世而现,法成都寄托在一世才呈现,念念迁变坏灭,刹那刹那,不得停住。 既变坏无常,当体空计,全部没有石香。 修灭静定,此定能灭六十,不起分别,能空法成,入此定者,身心乃能,度百千节,犹如一坛指请,一坛指很快,已经经过百千节。 家业现在基族山中,云南的基族山,待弥勒下身传一,因为释迦牟尼佛交代要的弥勒下身以后,把跟随释迦牟尼佛修的弟子,交给弥勒祖师教导,他的任务才完成,才可以进入涅槃,所以现在还不能进入涅槃。 但家业有现身给博士看,基族山竟然会打开,山打开,家业走出来,那位博士看到,之后家业又进去山以后,整个山又关起来了。 这是报纸刊登,后学看了怎么会有这样,那位博士就讲,好像是家业,博士没有很肯定。 可是就要传遍我们凡尘世间,所以家业在基族山灭净定,即如此定。 我以空观,消灭法城,用空观来消灭法城,根石一净,根石全部净,结始随断,结等于打劫,我们在凡尘有打劫,都已经断了。 使等于驱使,我们的欲望就是使,驱使我们去做什么,故得成阿罗汉道,全部都断就成阿罗汉。 世尊说我,投驼为罪。 泛语投驼,此云抖擞,中文叫做抖擞,就是提起精神,很有精神,已能抖擞法城,唯妙法性现前,故能开悟,了名藏心,消灭诸漏。 所以家业的修持方法,投驼,就是修苦行的。 感谢观看。